大家好,我是松鱼 下次跟大家分享 要用德福會的名字跟大家 來 來分享 不知道我們有沒有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題目是 自古以來 很多的仙佛 他沒有自己封自己是什麼仙佛 還是大仙的 都是他在世的時候 有做過幫助眾生的事情 是眾生把它封為什麼菩薩什麼仙佛 我用幾個例跟大家分享 快人生靈異 就是 釋迦摩尼佛 他來轉世的時候 他沒有說他自己是 是佛啊 是不是 所以說 我們要有一個認知 要有認知 比如說 有人自稱是佛 他就是佛 那是未必 未必 像我們 一貫道德老師 激功老師 他是祥榮來轉世 他沒有說我是祥榮 是不是 他也是一樣 來補助眾生 有幫助眾生 有來救眾生 眾生 給他自稱為活佛 到現在人家還是 自稱他是 是 激功活佛 中的他活佛 是眾生 是眾生 把他稱呼 是活佛 他才是活佛 比如說自己說 啊 我是某某仙佛 你們要叫 某某仙佛 這樣是不對啊 你可以 去看以前的 古代的仙佛 都是一樣啊 包括觀世音菩薩 他是慈航大師 來轉世 他也沒有說 我是佛養 慈航大師 來轉世的 你們就要支撐我 為 慈航大師啊 也是沒有啊 是不是 說每個人 就算你是先佛 來轉世的 或他還是一樣 他也不知道 他一樣 一步步一樣修上去 所以有時候 人比較 無知啊 無知啊 其實像 很多 你只可以去查驗啊 像 觀世音菩薩 什麼 技工老師 還有 釋迦摩尼佛 都是一樣啊 還有 還有我們一貫道的 也是 之前也是 很多仙佛 來轉世的啊 像 彌勒祖師 來轉世 我們一貫道 為 露祖 他叫 露祖中醫 像我們是 像我們技工老師 他也是來轉世啊 他之前來轉世 他不是叫 張天然 是 天然是 老母 把他 叫他要改這個名字 對啊 我們之前老師叫 張光碧 然後我們 師母 他是 是 好 玉慧菩薩 來轉世 他還是沒有說 他是玉慧菩薩來轉世啊 但是從暖降一直修修修 到現在 老母封為他 終活聖明 所以說 用這個 幾個 讓大家能夠很清楚的 自古以來 沒有自稱是 自己是活活的 從來沒有 都是 老母封的 不然是眾生給他封的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 用幾個 讓我們大家能夠很清楚 如果自稱是活活的 這是有問題的 自稱活活 都是有問題的 所以說我們 真的要來修道 是要 要很 清楚 不是 盲修 盲醜 像 像 一罐刀都說得很清楚 都說得很清楚 都說得很清楚 啊 你要來求道 你要來吃素 對不對 對不對 你來上 聽課的話 你可以 讓你祖先 張光 這事都是 很真實的 沒有作假 所以修行就是這樣 要實實在在 好 讓大家能夠更清楚 來龍去賣 讓大家能夠更清楚 來龍去賣 安佛教 也有說 詞 德福會 菩薩 那不是我是自封的啊 我也不知道 我是好幾年前就用這個名字 差不多 七八年前就用這個德福會的名字 是我自己 是我自己 取的名字 我也不知道 那麼巧 他沒 他 他那個 佛教的 就取 慈德福會 菩薩 基金會 這很巧 啊有時候 人家會誤會說 奇怪 你叫德福會 他那個 沒有是不是 比如說 那是我的就好了啊 我就不用來上 工作啊 是不是 這整天就可以去 補助眾生了啊 去 去紅髮 啊有的也有問我說 啊 有什麼 不 不開始去 紅髮 第一 我要養父母 我沒有經濟來源 父母還有人家照顧 沒有人要幫我照顧 如果有人要幫我照顧 如果有人要幫我照顧我父母的話 我也願意啊 有人喔 像我們是租房子 有人要提供房子給我們住 那我們沒有活顧之憂的話 這樣我也可以全力全力的喔 來講道理啊 給大家聽啊 是不是 所以說 我們修到是要有正 正確的方向 不是喔 不清不楚 忙修這樣就不行 今天 今天 我跟大家 我想到 這裡 下次還有很多事情 正確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 讓大家有一個 概念 今天 得不畏就跟大家說到這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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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